台湾各地陆续地出现了反服貌抗议的民众 台中有一名高纸女学生在脸书发起反服貌静坐 大多数的参加成员也都是学生 他们还在现场搭帐篷夜宿也准备了粮食 从昨天下午就已经集结了破千人 他们决定今天要接力静坐 至少持续到晚上十点 学生刚喊抗议口号 白布上面也切满了抗议民众的名字 还有学生在现场发送免费早餐 另外也有一群网友在脸书号召音乐人 到现场临时组团演奏声援学生 发起人领东高职学生李芷盈表示 从没有参加过摄运 而这次的审查服貌过程让他生气不满 但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无法亲自到台北声援 所以才透过脸书号召在台中静坐